这一刻的信息量很大 我要播出一段影片给大家看 就是那个被消失被下架的影片 我们有 你要仔细看 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 记不记得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一直打电话给他 他就是拒接 他被美国制裁 第一位被美国制裁的上将 跑到了俄罗斯 见了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然后普丁也特别接见他 他见普丁 双方讲了很多好话 有什么问题吗 但这段影片竟然被下架 今天这个东西 我们看到各个网媒刷屏了 大家都在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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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下架我越想看 对不对 好 我先播出影片好不好 看影片不够 待会在我们的大框当中 还会继续播出 因为他口白都上好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先播出影片 你再来讨论 他为什么会被下架 来 导播影片上 为促进世界和平 以及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此我也向您表示 最诚挚的敬意 好 你看到他全程是看稿 这稿子写好的 那这个西方媒体 都拿最后一句话的大作文章 你竟然跟一个 发动战争的普丁讲 你对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你们拍马屁拍过头了吗 所以这段谈话 被这个西方媒体 大幅度的拿出来报道 但是你刚刚看到 第一个他当然是 这个讲中文 有翻译没有错 第二个他是看稿 也就是说 这个稿子是事前都写好了 那以大陆的体制来讲 应该是都已经获得了同意 而且就是双方 这种见面 普丁最高领导人 见这个大陆的国防部长 讲了很多的好话 好 然后你看到 这个双方的这个房长 还有一些这个仪式 来 我们回到刚刚这个 这个放在大框里面播出 来 导播回到我们的CG 那这段影片怎么了吗 彭博说 王毅平台有个短片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李尚福见普丁 讲了赞美普丁 促进世界和平 但是这个东西 中俄的官媒都没有报道 而且王毅后来就下架 下架之后 被人家截下来 在推特上流传 这段影片到底怎么了 也就是说呢 赞美普丁对世界做出 和平贡献 大陆也不同意 是吗 是不是有点拍马屁 拍过头 或是讲过头了 赞美过头了的概念 这个我让委员来谈一下 四个一起来讲 那另一头就是说 以时间上的巧合来说 李尚福刚刚抵达莫斯科不久 俄罗斯的外长 在会议见巴西外长之后 就表示 俄方愿意尽快结束 乌克兰危机 然后似乎是呼应 大陆的那个 有没有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里面有12点 所以感觉上就是说怎样 这个大陆防长一来 俄罗斯就提出了 我们愿意尽快结束 危机 同意乌克兰的方 中国大陆的方案 怎么看这些事情 委员 李尚福照着稿念那一段话 显然那篇稿子是有问题的 因为此情的状况 你还赞美说普丁促进世界和平 这个好像跟我们的尝试 距离太远了一点 所以大陆上有警觉 把他这个下架 其实也是正确的做法 因为一定会变成大陆网友 调侃的对象 因为大陆网友 有些人对于这个俄乌战争 有些人比较偏俄罗斯 有些人比较偏乌克兰 而且大陆官方是要保持中立的 这是李尚福士 当然是当时他的军事上将 军事专家 他政治警觉心不太够是吗 可能不太够 可能不太够 这个是有欠考虑 那至于这个推特上 应该是美国的这个社交软体 他当然拿出来给你放 其实在嘲笑你 那这个俄罗斯官媒没有报 也是很绝 赞美普丁怎么还不能报 是不是他自己觉得 有点怪怪的是不是 不宜笑纳 双方都没有 不宜笑纳 所以李尚福 这个新商人国防部长 这个政治敏感度 可能还在谋略一下 他可以用别的话语来赞美他嘛 哎呀坚强领导俄罗斯 从废墟上 废墟上站立起来都可以啊 怎么会谈到世界和平 这不好就是那么好 但是拉夫罗夫是俄罗斯外交界的老将 他在俄罗斯的外交界是赫赫有名 很少有失误 他会讲出说愿意尽快结束乌克兰危机 一定不是随便讲的 也一定是在接着这个当时习近平带着中国的这些政治解决的方案 去见普丁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伏笔了 我原来讲到这里 我这个请一并讲 因为你记不记得巴西现在也要提出巴西的这个俄乌的一个方案 解决方案 还有彭博社的最新消息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希望中国能够协助法国 说服俄罗斯跟乌克兰回到谈判桌 中国协助法国说服俄罗斯跟乌克兰 就是说他自己没有办法说服这两个国家 请中国大陆帮法国去说服 看到没有 牵着到四个国家 然后据说他已经指示了他的这个外事顾问 跟大陆的王毅两个人对接展开合作 有具体的行动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 最早想要戳合恶乌早点停火的 其实就是马克宏 他自认为说我跟普丁很熟 我跟他打电话他都会接 普丁让他坐好远 可是去月以后 普丁在假装这个新冠会员 让你坐得也要远远来派出一张照片出来 所以我想他心里面 很尴尬 其实普丁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离远一点 现在还不适合谈合的时候 所以他的立场 当然希望俄乌战争早点有个结果 不要再打仗了 这一点是毫无庸置疑的 这就是马克宏的立场 他一向都是这样采取这个立场 所以陶吉士在援助乌克兰 是不是什么重武器的时候 他有点偷偷拉拉 但我有一点想请教委员 就是说因为现在美国在搞集团对抗 只要中国大陆都有都反 逢中必反 所以中国一个国家来解决这个俄乌 这个看起来是难度在政治上是有点高 那如果说把巴士的角色放进来 把这个法国的角色放进来 再加点中国 会不会这会是一个更好的方案 当然因为中国现在需要加大力气去创造世界舆论 那马克宏绝对是一个破口 因为马克宏跑到这个华府去 被这个拜登洗了一次脸回去 已经被他们法国的媒体嘲笑个老半天 法国媒体有时候嘴巴也是蛮厉害的 这个修理他们的总统来讲 一点都不会软了 手都不会软了 所以现在他改打中国牌 我跟中国合作给你美国看 我呼应中国的解决俄乌战争的重要性 我特别提出来给你美国看 这根本就是什么打中国牌 那中国也乐意怎么样 把马克宏从这个美国的小圈圈景里面 把他拔装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个战略上的一个互相合作的机会嘛 为什么整天要听美国人瞎指挥呢 现在美国根本把欧洲搞得很惨 因为马克宏毕竟不是消枝 他虽然说因为现在国会 在什么国内 法国国内有很多抗议 看起来是好像他很糟糕 他权力很稳啊 他国会他过半啊 他整个的派系啊 右派是过半的 那再加上总统职位有任期保障啊 你街道去闹一闹吗 那国外也没有人呼应 你这个街道闹 退休年龄从62岁也到64岁 你就闹成这样子 这好像很多国家都没有人呼应 他觉得你法国外面太娇嫩了一点了吧 大部分国家都65岁才退休啦 所以这马克宏基本上只是在 美国那边遭到重大的挫折 还要挖他法国企业到美国去设长 这就是所谓讲的欧洲战略自主 对啊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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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